吓人啊 这两天正值 我大清秋收 上档太原河东三郡 都发生了烙灾 导致前手们的粮食抢收不及时 损失十分严重 不知你可有什么好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老赵 若是治理烙灾的话 我怕是也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那是天灾 非人力所能及 不过你要是 问如何抢收粮食的话 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哦 什么办法 赶紧说来听听 老赵 你们随我来 陛下 这是研究所 研发出来的收割机器 相比较传统的镰刀 这个机器的收割效率 提升了数倍 老师 此屋的收割效率 果真能提升数倍 不错 不过陛下 这收割机还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收割的速度 虽然上去了 但是使用起来 也比较费力气 而且收割一趟过去 收割的也不会很干净 所以还需要进行 再次改造才行 无妨 这样已经很好了 若是早点将这个收割机应用的话 今年三郡的灾情 最起码能减少三成 父皇说的不错 三郡灾情的蔓延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导致前手们最终抢收回来的粮食 连一程都没有 剩下的全部被水泡了 这东西不错 没想到 你倒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呀 老赵 这个收割机还需要进行改进 在功能上 咱们可以继续增添 比如收割之后 直接进行脱离和分离 如此一来连带着后面的工作 都省下了 侯爷 您说咱们可以建造出 类似于整齐火车一样的东西 来带动这手割机工作吗 卧槽 你压的是不是真的有系统 猴爷 系统是什么 宫廷玉叶酒 你说的不错 收割机太过沉重 单靠人力 显然是不可能广泛使用的 所以必须要用机器来带动 比如说蒸汽火车 所使用的蒸汽机 若是在收割机也制作一个出来 日后大秦收割粮食 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 直接一步到位 收割出来的都是 直接脱壳之后的粮食力 并且不仅是收割机 这样的工程车 甚至还可以制作出蒸汽马车 用蒸汽机代替马匹 行驶速度不仅飞快 而且乘坐也更加舒适 哦 这世上当真又如此神奇 哈哈 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 不管需要多少人力物力 这些可什么机的都要制造出来 今年年底之前 朕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 造 一定要造 造个鸡毛啊 老赵 以我大秦 目前的制造工艺 想要制作出成品来 至少需要数月的时间 年底之前 怕是比较困难 至于量产那基本上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呵呵 是朕一时激动 无妨 只要你们尽力即可 朕等得起 一番交谈之后 众人便离开了研究所 瞎人也回到了侯府 侯爷 冯去吉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 您回来的消息 在府上等好久了 嗯 冯去吉 他来干什么 冯相多日未见 还是这样光彩照人啊 讨侯说笑了 这不是听门侯爷终于回来咸阳了 特意登门到喜吗 我这一不举金 二不纳切的 你道什么喜 呵呵 我此番前来 是为大清前手来道喜的 侯爷跪来的消息 若是让前手们知道了 只怕会日夜庆祝 冯相高抬我了 大清的发展和进步 从来不会只依赖我一个人 冯相还是说说此次 来找我的目的吧 若是有什么 需要帮助 尽管开口 嘿嘿 套侯说笑了 在下哪有什么相求的 只希望日后 套侯再朝堂上 能与我共携手 造福大清才是 呵呵 这个冯去集 好不容易熬到了 服输上位 李斯主动离开了朝堂 这时候他把王婉推出来 顶了枪主 如今朝堂已无人能制衡 他这次来 应该是打探我 会不会回朝堂的 冯相放心吧 你作为右相 百官之首 我和冯相能 有什么配合的地方 再说了 我对朝堂之事 也没多大兴趣 冯相放心吧 虾仁并没有说谎 没在咸阳逗留几日 便带着王妮和英雇离开 水流冲击 水轮机转轮 使其转动 水轮机叶片旋转时 发电机中的一系列磁铁 也跟着一起旋转 巨大的磁铁 旋转着通过铜线圈 移动电子 从而产生交流电 姐夫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是交流电 哦 交流电是我大琴 现在急缺的能源 电力可是个好东西 哦 说了 你也不明白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侯爷 咱们到南去了 侯爷 您说的这个大坝 工程量威免也太大了 估计等到修建完成 可能最起码得出十年的时间 我当然知道此事的难度 不过三峡大坝的干系太大 必须要修建 无论花费 多少人力物力 三峡大坝 对于我们大琴来说 不仅仅是一座 蓝水的堤坝 更重要的是 它还与我大琴的崛起 息息相关 等到咸阳那边敲定之后 不知送过来 你们便可以动工了 如今的咸阳朝堂上 各个关键部门的人 已经被扶苏掌控了 再加上嬴政归来 扶苏在朝堂上 已经有了极强的掌控力 回到朝堂之后 冯去集忽然发现 他竟然不是萧和的对手 诸位爱卿 今日朕还有一件事情 要与诸位爱卿共同商议 前些日子 套侯提出了一项 针对我大琴的工程想法 朕在考虑之后 认为此事可行 便打算与诸位爱卿 共同商议一番 既然是套侯提出的想法 那想来对于我大琴来说 一定是有着极大好处的了 陛下 不知道您说的工程具体是什么 承上来 诸位爱卿请看 此地乃是大秦南郡 也是长江中下游一带 南郡这些年发展的不错 靠近长江水源充足 土地肥美 再加上现在推广的 那个杂交水道 现在已经成为了 大秦十分重要的产量的 长野长江 半野长江 长江水流湍急 帝是贤郡 一旦遇上暴雨 很有可能导致水患发生 到时候整个南郡都得流离失所 萧香所言甚是 诸位爱卿都知道 今年的三郡灾情 想必诸位爱卿也了解 但是相比起长江的水患 三郡灾情也只是微不足道而已 南郡水患一旦发生 所造成的后果 对于我们现在的大秦来说 那依然是无法承受的 陛下圣明 长江水患困扰南郡已久 虽然这些年上天见过 大秦风调雨顺 但也不可不防范 套侯提出的想法 便是在长江三峡修建大坝 以此拦截长江水患 即便是遇到暴雨 也不用再担心长江会发生洪灾 并且三峡大坝 还将承担大秦的电力供应责任 修建堤坝来防止水灾 臣道是能理解 不过敢问陛下 你说的这电力供应 是为何物 这电力嘛 也是一种能量 就比如天空中的雷霆 一道闪电之中所蕴含的力量 可以轻易地开山猎石 这就是电力的本质 陛下 莫非套侯所提议的这个电力 就是雷电的力量 这雷电怎么就和堤坝扯上关系 陛下 套侯这个牛逼就吹大了吧 雷电的威力就连山石都抵挡不住 我们怎么可能掌握的了 呵呵 诸位爱卿听我说来 电力虽然强悍 但只要应用的呢 可是有着很大的用处的 而且我所指的电力 也不是天上的雷电 而是通过人力来制造出电力 就像是火一样 雷电也能人工制造 还像火一样 真的假的 诸位请看 此物名为电棍 便是利用电力来制作出来的东西 竟然能将雷霆收束其中 陛下当心 可千万别被那雷霆给跑出来了 诸位爱卿放心 这不过是电力的其中一种用法 电力的作用还有很多 只要有电 蜡烛和油灯都可以淘汰了 这种灯光更加明亮通 也更加安全 听着扶苏所描述的场景 下面的官员们早就震撼得无以复加了 前面的照明取暖他们还能理解 但是后面驱动车辆的能源 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诸位爱卿或许现在可能不信 但是朕可以保证 这一切都是真的 而且朕能够亲眼给你们证明电力 是我们可以操控的 今天晚上 诸位爱卿可来咸阳宫 真请你们看电影 给我们看电影